同在此时一心的虔诚 感恩佛恩 我们人更要感恩父恩 同时要感恩众生恩 随着马来西亚疫情逐渐稳定下来 古来联络处配合全球慈祭日 特别举办了两场庄严的月佛典礼 志工们积极筹备 并邀约民众大德共襄胜举 一起来跟台湾连线 和全球慈祭人同步遇佛 当天县城也设立了凤茶区 志工还制作推速萤火虫 号召更多人一起加入素食互生的行列 摆设鲜花 粘贴地标 再搭起帐篷 志工们提早回到熟悉的供修处 进行场地布置 玉佛典礼当天的清晨 大伙前程唱诵如相战 场面清静庄严 真的是很开心的 因为经过这么严重的疫情 超过两三年 而且很感恩大家都很健康 大家还是很快乐 而且很积极很充实的 这几天的排念 大家真的应该都很开心 大家都利用这一个机会 大家又能够在一起 又找回以前 希望这个社会能够祥和 希望这个疫情早日消灭 奉茶 要喝茶 女儿和外孙 轮流给自己奉茶 让高龄九十岁的阿嬷感受到满满的爱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因为不只我们在这边 遇佛学习一些佛法 同时今天也是母亲节 我们也有这个机会 献茶给我们的父母亲 对他们表示我们对他们的感谢 我觉得我们应该平时 在日常生活中更勇于表达对亲人 家人的那个感谢和爱戴 现在已经有无数了 不过没有长期 一只只小巧可爱的萤火虫 搭上荧光闪闪的舒适列车 充当起推速的精善大使 呼吁人人一起来如素互生救地球 我们想要把所有的灵魂都离开 我们有的灵魂非常好 和很漂亮 我感觉很棒 很慎重 和很健康 它不太不同 但是在文化 它看似像印度人 和佛法是同样的 我们很幸福 和我们的家庭 无灾无奈心安然 回到大家庭与佛 一同感念佛陀的恩德 并把行善行孝和如素故生的理念 落实在生活中 未来的世界才会更有希望 草变是萤火丛 推速大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